知道這個名字怎麼唸嗎 大家好 我是古拉斯 我的名字正確的唸法就是古拉斯 很多議員都說 Hi 格拉斯 Hi 格拉斯 他們覺得很好記 因為叫Hi 然後就記得叫古拉斯 大演 長髮 講起話來很有活力 來自花蓮阿美族的古拉斯 是這回民進黨不分區 立委亮點之一 而他還有另外一個身分 6月21號是加拿大的原住民族日 而加拿大的原民的媒體 加拿大的原民台APTN 在今天一個整天 幾乎全程轉播 在Winnipeg所有的慶祝活動 跑部落走社區出國採訪考察 其他國家原住民自治條例 43歲的古拉斯 在原民電視台擔任記者主播 長達10年時間 現在要把部落聲音帶進國會 從媒體跳到國會 你也可以說不同 也可以說相同 我想我要扮演的 就是如何來轉述 基層原住民族的聲音進入國會 而這樣的觀點必須被妥善的納入 我們現行的法案裡面 因為只有這樣 我們訂出來的法 才不會回過頭來變成 傷害原住民的緊箍咒 要改的 要推的 心中早有藍圖 只是要從體制外走到體制內 有件事得加把勁 那最近有沒有開始在惡服一些規則 或是看一些政策書 有啊 當然啊 什麼議事規則 立法院的生態 這些基本的 當然就是很多的這種 對於民主的討論 政治制度的討論 惡服一下 趁著立法院開議之前 找書惡補 走過媒體工作 跑遍偏遠部落 再一腳踏入中央國會 原民女戰士 要把一些人眼中的原住民冷門議題 拼成當紅改革政績 記者李世健 朱海宇 台北採訪報導